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此聊到阿满侃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0年12月7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7日21点30分 把握大师板块,抛弃片门刻骨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上涨过快,危机四伏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会发现 标普500 在我说的,它要在3700点到3730点之后 这是咱们的目标为,昨天一次性突破 也就是上个交易日一次性就达到了3700点 那么这种上涨速度伴随着SPY成交量不足5000万的这种量能 说明上涨存在着一定的危机 那么这周或者下周建议大家做一些避险的措施 比如说向对冲或者做一些减仓的动作 在标普高歌猛进的同时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TLT出现了下降 整体下跌了8% 我们来看 而且这个国债收益率已经形成了一个下降趋势 说明市场 说明市场 整体存在着避险情绪 而周五的上涨主要是由于石油带来的收益 石油天然气板块的ETF整体上涨了8% 国债收益是下降了8% 这次消比涨大家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市场情绪在向哪些板块进行转换 而我们会发现11月份的失业率 是6.7% 预期呢 是6.7% 这与预期相等 但是我们周五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 关于个非农就业数据啊 是大打折扣的 但是市场依然上行 这个呢 当时我也跟大家分析了原因 个人认为 我们要把在昨天盘前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呢 我们要分两面来看 也许非农就业的不景气 会让国会的大佬们做出尽快的出台刺激计划的决定 另外呢 从数据来看 美国的总体经济形势还是向好的 那么环比呢 预期增长是0.1 结果呢 实际增长的是0.3% 同比呢 预期是4.2 实际呢 增长了4.4 平均呢 每周 这个周是应该是每个星期的工作小时数 都是按照34.8 每周 10月工产订单量 预期是0.8% 实际呢 是1% 说明生产正在恢复 并没有向新闻媒体 大肆报道的那样 啊 就是说10月份啊 并没有太多的封锁 但是11月份的数据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因为还没有公布出来 我们东南重镇的这块亚特兰纳联储 爆出来的GDP增长 已经比预期高出了0.1个百分点 这是值得庆幸的 从目前来看 除了美国重点的几个州之外 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二次复发 其他的州呢 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呢 是一个好的消息 但总体上来说 对于标普 突然间攀升到3700点 而中间没有任何停歇的这种情况 个人认为 我们要做一些防范措施 本周呢 我们可以小幅防范 下周 我们要做一些大幅的防范 原因下周又到了我们的四五日 四五日所在的周 我简称它为四五周 这个是不标准的说法 但通常四五日所在的那一周 都会出现较大的动荡 而这种波动 多数是向下波动 所以说大家需要小心一下 那么另外呢 今天呢 给大家加带点私货 这也是填补一下 我前一段 自己给自己埋的坑 因为咱们一直说 要推出一个 关于如何看盘的教学课程 那么现在呢 已经开始录制当中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点赞 加转发 我们可以在股票 实战训练营当中 再见 而由于我需要录制 这部课程 所以呢 咱们每天的播报呢 可能时间就会缩短 当然 如果是个股分析的话 那咱们可能还要保持 15分钟左右的节目 那么平时的一些 大事的看盘 那咱们尽量的就压缩到 7到8分钟 那么今天呢 最后呢 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关于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 经过夜盘的调整 现在呢 正在修复当中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修复呢 依然没有脱离 60分钟的顶背离区域 所以这种 这种修复 依然会有向下的动力 但个人认为 这种向下呢 是必要的 如果直接 冲到3730点附近的话 那么我们真要大幅减仓 因为这个 这种高位放量 快速拉升的话 很有可能是 主力大力出逃的一个动作 它现在略有回调 反倒 对于股市的上涨 更加健康 下面呢 是关于 股票技术训练营 的一个开篇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呢 可以看一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中华会计网校 很荣幸 能够在股票实操训练营 课程中 再次与大家见面 在以往的教学中 我们发现 很多学员都反映 在学习完全部 证券从业资格后 依然对股市和股票 是一头雾水 打开看盘软件 还是一脸懵逼的样子 这一点 无论是改革后 两门的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亦或是曾经的五门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都是一样 没有例外 即使在过去的考试中 有证券投资分析这门课程 但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说 学习完全部课程后 即使通过考试 在实操中依然无法上手 这实际不仅仅是我们初级从业人员 面临的问题 也包括已经取得了证券投资顾问资格 或者证券分析师资格的从业人员 甚至有些已经取得了CFA CIA或者CPA证书的人员 也存在技术分析实物的短板 为什么我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因为上述证书我都考过 但通过后 面对最基础的看盘软件 依然觉得是一脸茫然 基本面分析的是头头是道 但股价却很不改例 虽然也煞有介事的打开看盘软件 却怎么也看不出书上所说的各种图形 这就好像是一个天文学的门外汉 看星座一样 永远是一头的星星 只认识一个猎虎座 其他的怎么也套不出来个图形 找不到那个星系 这实际主要是由于考试本身 都是以格雷厄姆的价值分析为导向 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训练 而少有对技术分析的系统教学 当然券商或者投行内部的培训除外 正是一门考试的偏好 这类学习对于我们丰富知识储备 和正确判断公司是否健康 非常有帮助 但实际上对于散户和刚刚毕业 基带就业的学生来说 帮助甚微 你一去面试 人家打开看盘软件 你连最基本的看盘知识都不懂 人家该如何录用你呢 故此 为了让刚刚入门证券投资 这一领域的朋友们 避免重蹈我当年的覆辙 防止我们的散户变成韭菜 决定推出这门 股票实操训练营课程 供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专长 让技术分析 在您的投资生涯中 发挥更大的功效 感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